拿出一小时,我们也可以上战时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妍妍 今天给大家带的是韩冰的第四篇 对线的一个大体思路篇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韩冰这个英雄的一个优劣势 优势,消耗能力强 它在线上不仅是手长的平A消耗 还有它的一个W的一个技能消耗 都是非常让人感觉恶心的一点 二,具备减速 无论是它的被动还是它的技能 它都可以利用这个减速 在有击杀机会的时候 利用这种减速 就是说一直黏着人家 可能就把人家追到死 具备一个减速 三,具备风筝能力 虽然减速是我们杀人的一个力气 同样也是我们在遇到一些情况 比如说往后撤走 或者这种时候 可能就能操作那种一些进展 它可能没有一些突进技能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风筝能力 可能就反手就把这些人给秀死 四,手较长 它的手在ADC里虽然说没有女紧那么长 但是也是算是一个非常长的 一个攻击距离的一个ADC了 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对线嘛 手长的人他一般都是占一定的优势的 所以说手长也是它的一个优势 然后第五点 R的一个先手能力 很多AD他可能有了一定优势之后 如果队友的一个节奏能力 不是那么强的话 碰到一些情况没有那么果断的去开团 那韩冰他的R就刚好弥补了这一点 只要你觉得有机会 你可以直接用R去先手到对手 从而拿下一波 就是说打下一波节奏 然后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个事情 那这也是 以前比赛上 拿韩冰也是因为这个R 开团非常长 可能就出其不意的就抓到你了 然后六,开Q的输出能力 他开Q之后 他这个英雄的一个输出也是非常高 对线的时候 只要注意好自己的一个Q技能的一个层数 关键的时候能够开启的话 对拼是 对拼的伤害是一点都不弱的 非常的强 不过就是得注意自己的层数 防止打起来你还得A个几下 才能开Q 那这样可能面对有些人 他爆发高一点的话 已经打了那么多下 你可能就会有点亏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一个层数 然后选择一个对拼的一个时机 然后第七点 一的视野能力 路人局有些辅助 作演可能没那么 呃 及时 也有可能在烈士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随去作演 然后可能感觉对面的大龙 然后 你的远见改造又在CD 对吧 那我们的一个意志呢 又刚好能够给我们开阔视野 使我们队友在赶过去的一个路上 不会被对面草丛里面的人所埋伏 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强的一点 这大概就是韩冰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优势点 然后他的烈士点 我觉得他这个英雄的一个烈士 可能就在于一个没有位移 他略为需要保护 就如果对面的一个突进 没有那么多的话 其实也还好 如果说整体阵容偏突进的话 他还是比较难受的 但是如果说有人保护你 也是不错的 不过路人局嘛 我们肯定不可能就是要从那么多 他一定会保护你 所以抛开这种外在因素的话 他的没位移 可能就是他的一个 短板处吧 所以在第一篇的时候 我好像就提到 他这个英雄 就不建议选的一个阵容 就是那种对面突进相当多 而且你们这边是没什么保护能力的时候 可能就不太推荐 在那一把的牌位中去选择 因为你很可能就没有游戏体验 说完他的优势 我们就来直接就总结一下吧 扬长臂短 发挥英雄优势 前期尽量利用减速和守长能力消耗对手 因为我们这一篇讲的是 对线的一个大体思路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所以我们既然我们知道了 寒冰这个英雄 他有一个优势和劣势 那么我们总体上肯定就是扬长臂短 对不对 扬长臂短 那就发挥我们这个英雄的优势 我们的优势点有那么多 所以说前期尽量就利用减速 还有你的守长能力消耗对手 然后可能就有R了 就是早就会给R嘛 等等 扬长臂短就可以了 然后说完他的一个优势式和总结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对线 就是对线打法的一个核心关键 那就是总体无论我打谁和配合谁怎么去打 他的一个核心关键总是离不开这几点的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点 掌控距离平A消耗 只要你距离控制得当 你A人家一下 后撤一下 别人很难还手 因为你手长是一点 然后又有减速是一点 所以有时候人家反过来想去打你 可能一个是距离不够 二他也被减速了 可能就反应不过来 这一点其实你们要 质量多少就会运用到 这一点可以参考女警的一个打法 因为女警他对线可能就是 有时候也会拖一下平A嘛 他手可能比你长个50码 但是他没有减速 但是你600码 他还是有一个减速的 所以这一点可以参考一下 女警的那个打法 然后第二点 平A不够 利用技能 就是有时候对面他可能比较猥琐 我可能不太好随便的去点到他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去想到 我们的一个W的一个技能 打到人视为暴击 然后又有减速 一般他们被减速的也不太好 碰到你 原来人都是挺烦 这个喊变在W的 特别是在面对一些对面 没有一些回复能力的下路组合的话 是非常恶心的 这就是第二点 感觉平A不够 利用技能 第三点 敌人没闪 直接开 这就是相当于说到了是六级之后了 那前面两点可能是六级之前 那六级之后 如果对线下路 对面没有闪 你可能就 找个机会 直接开 不要去犹豫 因为我到现在还记得 以前有 辅助一个玩寒冰的学员吧 我们俩已经是有了一定优势了 上线 对面一个 辅助 他是没有闪的 上波招了 但是有的人 你们知道的 当我们 你们自己打游戏 有时候也可能会膨胀浪一下 反过来 对面一样会有这样的人 所以对面的那个辅助 没闪现 还在那里骚浪 不走 这个时候肯定就是果断开团 要留 就是说开二 把他留下来击杀嘛 但是他认识在那里补刀 不开二 这一点一定要 记住 不要去犯这种失误吧 就这种相当于是抓不住机会 明明有这么大个人头在你眼前 可是你却贪恋那几个小兵 导致杀人机会错过了 就一定要记住 你这一种只要有机会 一定要抓住 抓住每一波机会 扩大你的优势 才可以 这是你的第三点 然后第四点 对线男杀 用二支援 就是说这个男杀 可能有一点就是说 你开玩过去 可能是爆发不够 伤害不够 打不死对面 也可能是算这种 也有另一种 也可能是对面相当猥琐 比如说对面是 一支一什么的 他这一种可能就有个意 你很难 就是说有点难杀嘛 他又比较猥琐情况呀 这两点 无论是你杀不掉 和对面比较猥琐 都归类于难杀 那么我们的R 可以用来 进行一个编路的支援 就类似于金额斯的大招嘛 对线没什么机会丢 我可以 多从小地图注意到 队友在哪里打架了 那么我就用我的一个R技能去摸下奖 你要碰到了 你可能就俩助攻对吧 然后可能有时候甚至还有人头 然后没碰到就没碰到呗 没碰到你也不损失什么 因为你在对线碰到这种难杀的 你R可能也没那么太好的机会去丢 那你不如找机会去丢一下边路 如果说你技能空了 无所谓 因为你只要丢过 说明是有机会中的 R如果你永远不丢 那相当于你是百分之百 没有机会中的 所以说 只要没机会 你就可以多尝试一下这种 用金额斯大招摸奖的方式 去运用一下你的R也是可以的 这四点的话 就是寒冰他这个英雄的 对线核心关键 记住你基本上打谁 可能就是围绕着这几点去打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第三点 对线 一级 一级一般都是削W 但削W可能有两种嘛 一种是平A收前三个B 还有一种就是W收前三个B 因为有时候我们上线的时候 可能那个打野 他这个打野能力也比较强 不太需要我们就不多帮到A 我们上线的稍微早一点 可能那个小兵是不需要交W收 可能我们平A就能收掉嘛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分两种情况来说一下 第一种 平A收掉前三个B的时候 那么一 看准上线时间观察小兵血量 如果可以平A收掉的话 你尽量是选择平A收掉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有一种习惯吧 因为上线经常就W把前三个B一收 所以他如果上线的稍微早一点 他也是不A兵 然后静静的等待着那三个兵残血 然后再加个W 这就是如果是你们有机会用平A收的话 尽量用平A收掉 然后W怎么用呢 就看第二点 改变站位角度 找机会打出你第一个W的消耗 如果对面后撤 就说你因为你平A收掉 你W还在手上吗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改变角度去看W能不能碰到对手 如果对面他知道你要W他肯定会稍微拉一下 或者说移动一下位置 不太给你W个机会 那么你就A兵使对手清线没有你快达到X2的一个目的 因为他要忌讳你的一个W技能 他可能就不会太过于站在那里 就是说一直是清线嘛 他可能会一直去移动 时刻注意你的一个W技能 那这样一个技能就比较有威慑力的 只要他在这就是晃动和移动 想躲你技能的那个过程中 就是可以 你就可以利用这段过程快速的去点B 达到一个抢2的目的 因为他要是动 他肯定就会少AB嘛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一点 先达到一个抢2的目的 这是这两点就是说 你用平A收掉前三和B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也 这里也搭配素材看一下吧 比如说像这里 我上线之后 感觉我们这个冰 我是可以就是说平A收的嘛 所以我刚才用侧面找了个机位 看能不能W到这个卡莎 但是他这个移动太快 他直接走到兵前面 可能W技能就没打中 但是我们的W是打到了这个远程兵 所以说也丝毫的不亏 我们打到远程兵 一样如果我们倾线的话 也是不太就是说耽误我们倾线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这种 就是选择用这个平A去收掉 前面的几个兵 这第一步注意平A收掉前面三和兵 而第二步 注意到这卡莎的一个动向 因为他可能看你没有W 他这波往前走 可能想就是Q你啊 或者是AQ你啊等等 这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他这点的话 就一定不要在 我看我鼠标位置 一定不要在这种位置 立马回头去点他 因为这样他很可能点得到你 而且Q可能更容易就打到你 那么我们观察到他的意图之后 立马往扫兵后面跑 使他的Q就是说 因为我们躲在兵后面 他Q可能大多数都打到这个兵 和这个远程兵身上了嘛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合理的利用兵线 把人家的一个进攻意图的一些技能 给挡掉 然后立马去回头清线 这是我们一个第二步 然后第三步 观察到这个卡莎的一个站位 大家要记住啊 第三步 一般我们玩长手AD的时候 第一波兵的前三二兵清完 接下来的远程兵 基本上都是在双方的一个脚下嘛 你看远程兵在我们的脚下 对面远程兵也在敌人的脚下 这个时候我们长手的人就占优势了 因为他如果一个短手的人想去A 远程兵的话 他是一定要A我们脚边的兵的 那我们点到他 你看太容易了 所以长手你这个时候就 一定要找到机会 不要就是说 他站在你的脸上去A你脚边的兵 你还在这跟他一起对着 就是A他脚边的兵 你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玩女警的时候也这样 这么长个手 别人当着你的面在你脚边A兵 你点都不点他 这个时候我发现他A我们脚边的兵 立马A一下对不对 然后再回来把残血兵给补了 就记住只要有机会点的话 一定要点一下 然后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又能点一下 看到没 就又能点一下 只要你的兵就是说 没有残血到最后一丝血 因为一般线上是先抢二嘛 对不对 先抢二 但是对面他这个辅助 他可能并不像确实 像确实他可能上线就一直帮他点 然后也不是很脆 所以说他会帮助他抢 就是说去A下兵 但是风女他可能比较脆 不太想被我们去打到 所以补兵的这个任务可能 我们消耗肯定就手甩这个卡沙 所以说如果他补刀的时候 他他此时不能补刀 我们此时也可以不用急着 那么快的去A兵 只需要你可以抓住这波机会 就是打他一套 然后兵残了快点回来补就行了 这个时候注意到大家兵线都只剩两个了 那所以我们就就不要再去跟他玩了 快速把兵A的就行 这就是第三点 抓住对面补刀的瞬间 然后把平A打出去 然后第四点 你不要在抢二这个过程中 就是A人A着 完全忽视自己这个小兵的 导致A对面就是说 抢到一个二级 然后反过来打你 你可能就亏了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第四步 然后我们看他的这个 他的一个站位 就是说 是我们W能碰到的嘛 那么我们尽量就是说 用我们的一个W技能 能够在消耗到敌人的同时 又能把这个刀给布了 那就最好 然后第一波兵清完之后 你像我们抢二 可能就是说 第二波兵的前三个 我们就要两级了嘛 所以说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要快点去抢二级 所以说 不会过于的就是说 去骚他怎么的 因为他也在不停的A兵 这个时候我们第二波兵 就一定要快点去A 不要被对手先抢到二了 他一定要出现这 就是说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 嗯不要过于的跟他去怎么样啊 然后一定要先抢到二 然后这时候只要你抢到二 因为有了我们刚才一级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思路 有了第一波一个消耗嘛 你看卡莎这个从左上角的这里 能看到卡莎已经没有要了 就是因为我们一级的那样的一个消耗 达到这二的效果 然后又能达到一个 抢二的一个目的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抢二 你看只要我们抢了二 你就往前呀 不然的话 你说你看啊 你从兵线上其实能看到 卡莎他们只差这一个兵 他也是两级的 但是下路这个位置 就是谁先抢了二 可能差那个一两个兵 就很关键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这个奶妈 如果人家把它换成垂石 你说这个卡莎 如果回头A这个兵的时候 垂石要闪现上去 一塌一下 他已经就走不掉了 你明白这意思吧 但是那已经 我们已经先二级了 所以说你看他回头A兵的这个瞬间 你就看啊 我们先W他了一下 他回头A了个兵 然后A完兵之后 又被我们A了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 你没抢到二 你肯定亏 因为别人先抢到二 肯定是先打你一下的 就肯定是会先动手打你的 你这个时候就已经亏了两下了 然后如果 那个辅助的进攻心更强一点 他将会更难受 就是如果他说他进攻心不强 其实也是也是无所谓的 因为我们先打他一套 加上我们一级的消耗基础 所以说他后面肯定就是 呃很亏的 然后这波 我们直接就说 可以把这个卡莎 被奶妈收掉之后 然后被卡莎的 把那个风女把卡莎 不是 奶妈把卡莎收掉之后 那咱们可以就是说 直接再继续追风女吧 其实你们要记住啊 有时候一定要多评A 怎么说呢 你像刚才风女的那个 血量 你说风女这个血量啊 其实看起来还挺多的嘛 有的人他可能追着追着 然后这个时候也开始放W了 可能就 这个人可能就一会儿 你在这个 我鼠标点的这个位置 你可能就A不到他了 所以我们要记住 像这种情况 嗯 你尽量是多多评A 就一直追着他点 一直点 然后一直点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点不够了 再接下一个W 可能就杀掉了 那这可能就对象打的时候的一个细节吧 因为有人确实喜欢刚才 就是AWA 就直接把W交了 然后这些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兑现的一两集的一个大概思路嘛 就是说一个平A收掉前三个兵的一个做法 还有就是你打的时候你得去想什么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第二个 W收前三个兵 一 收完前三个兵 从敌人的补到站位和我方辅助等站位 判断有没有机会可以偷平A 因为你此时用W收掉的兵说明 你现在是没有这个W技能的嘛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敌人的一个补到站位 和我方辅助等站位判断你觉得有没有机会可以偷平A 因为你没有技能 如果说你无视你辅助的一个位置 无脑上去想找人点 很可能被对面两个人反打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没有技能的情况下 你就得从你的辅助站位和敌人两个人的站位判断 还有他的距离 感觉有没有机会去偷到这个平A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也可以找机会就是说 利用那个 W的一个收兵的一个角度 消耗到敌方英雄 因为我们之前收到前三个兵之后 可能你这个时候是没有W的嘛 那么你就安心去补到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再去用那个W再 呃 侧翼去找机会消耗 然后或者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我们首先是 不是要用W收前三个兵吗 哎 你可以就是说 看一下对面的一个位置 你看你能不能用W打掉前三个兵的同时 又能用这个W消耗到对面的一个AD 而这两个可能就同样的 那你可以找角度收兵的同时 消耗到敌方英雄 不过啊 这点就是说你要注意自己这个位置 因为 我们毕竟想用W打到人 那说明你面前是没有小兵抵挡的 那么你也很可能 反过来被别人打到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位置躲避技能 然后我们看下一点 没机会的话 就是说你感觉 嗯 对面的站位比较谨慎 你W打兵又不能弹到他 也不能再侧翼找到机会 就说明这种就是 那没什么机会嘛 你就不要浪费时间 在那里慢悠悠的 就不补刀 应该就选择立马去A兵 达到场二的目的 这种就是 呃 W收兵的这三种做法吧 我们再回头总结一下 一 用技能收完前三个兵 从我方辅助和敌方两个人的个位置和距离去判断 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偷平A 有机会偷平A 可能就是平A消耗 第二点 我可以利用W收兵的同时 找个角度能够收到兵 又能消耗到对手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如果实在是没有机会 不要就是犹犹豫豫 摸摸唧唧的 直接立马A兵达到场二的目的 这是这个第二 第二第二种 那W收前三个兵的这一种打法 然后我们也看一下素材吧 一样的 我们先看一下我写的这个素材的一个标题啊 在左上讲 W消耗A兵 有机会A人的话你就A人 然后抢到R直接压制 那我们上线 注意到对面是莫干纳在卡杀 像我们这个时候发现这个 人的一个站位 就是我们W能碰到的吗 所以上线选择 直接用W去消耗 然后回到线上 想着用这个平A去收这个兵 然后我们此时是没有技能的吗 可能就看一下卡杀位置 我能点一下 我就点一下 继续回来补到 然后继续点兵 然后又能点一下卡杀 你看到没 然后我们就可以又点一下卡杀 就是说对线的时候 这一把 这一看这种 就是说上线可能用技能 去那个消耗到人 尽量尽量是能碰到兵 如果说不能碰到兵的话 还是会 选择 去打人的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是无论你有没有这个W了 你看我们基本上就是 看准对面要补这个残血兵 我就点他一下 然后后撤 使他的一个Q 使卡杀的Q打不到我们身上 这就是 这相当于是对线的细节吧 就是打的时候要注意 A完立马扭一下 反过来躲避人家那个技能 因为你在打别人的同时 别人肯定就是说 也会反手去打你 所以你就得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反手把人家的技能躲了 然后再回头继续去补到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残血兵比较多 所以会想到直接用W就稍微去收下线 然后一样的 这个时候是第二波兵 那么我们肯定也得注意这个 产二嘛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跟他骚了 快速的就是说 去点这个兵 然后等我们敞到 就是说快二了 最后想到直接上去压制 你看这时候我们敞到二级 直接上来一直平A 平A点 然后他很古代的交闪 如果他这波不交闪 A完直接在走 等我们走到这个小兵外面 再给个减速 他可能就没了 所以这就是 我们上线之后 一个要想的一个思路 然后就是 敞到二 你都直接往前压 就可以了 然后技能捏紧 看你面前有没有小兵所敌档 就完事 这个就是 W的一个第二点吧 就是第二种 这刚才说的这两个 基本上是一个 一级和两级 你的一个 大概要想的一个事情 和你要一个做法嘛 然后我们就看 接下来几级的一个 大体思路吧 然后我们看两级之后 和到五级之间 就反正就是没大招之后 除了前二 没大招的那段过程中 一 能A则A 手较长的话 你是可以不停的脱平A消耗 并利用减速 适当拉扯距离 就是六级之前的那段过程中 然后 呃 就是两级之后 基本上你的一个对线方式啊 就是 哎我能A他 我就A他 因为我们手较长 我可以不停的去脱平A 去消耗嘛 并且利用减速 适当的去拉扯距离 刚才从上一个视频里面也看到 我点他一下 我就拉一下 呃 不仅又能使他反手打不到我们 又可以反手 就把他来进来给躲了 就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是一 二 有Q的时候 不要随意的去清线 你可以捏着找机会 因为我只要对线的时候 你时刻注意自己Q的个层数 如果我点他一下 发现他这个距离 我还是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再A几下的话 那么就可以想到开Q 直接打消耗 但是对线如果随便把Q用了 可能一个威慑力 就是 至少反正你在A兵这两时间 可能就 别人知道你在打兵 他可能就不是很怕你 所以说 呃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你要是Q和W 都交的比较频繁的话 可能是 会比较缺蓝 所以 你尽量不要随意拿去清线 多用你的平A就可以了 呃 能多A几下的时候 你再去开启这个Q 找到这波机会去 开Q去A对方那个英雄 这是你的第二步 然后第三步的话 适当清线 招真假如W 因为韩冰他的一个W会被小冰挡 所以说对线不能就是说 激赛 你大波的兵线 你得适当的去注意下你这个兵线处 然后 哎 我觉得我这波兵多对面兵扫 我可能就可以膨胀一点 往前拉一点 找准角度W到他 因为我们W能 减速到他的话 我可能就是相当于有一定的机会 去利用这个减速去抓到敌人 然后平A去衔接一套嘛 哎 打一套 这就是你 需要你自己 利用这些点去去找机会 其实他对线还是挺猛的 这 呃 这个就相当于是你们 六集之前 两集之后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思路吧 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去走的 好 这里我们也看一下素材吧 同理我们一样先看一下标题 让我们知道他一个核心是什么 清理兵线 找机会开Q打一套 哎 比如说时候我们会呃 一样的没机会的时候 可能会清一下兵线 然后注意我们Q的一个层数 在这个地方四层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的兵比较残 可能会选择去把这个残血兵收了 然后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低一点 我们达到了 我们觉得我们的兵线还OK 那么我们站位就开始往前呀 这里顺便提一下 很多人在看网上的视频的时候 都会觉得 哎 对面这个人好像是怎么那么蠢 这都不走 然后反过来 你在想到你们自己的排位当中 因为大多数人 他的一个段位都不是非常的高 所以说你们要善于观察和抓机会 你们会发现 你们自己在排位中 对手 其实有很多这种人 只不过就是你自己在打的时候 眼睛里只看着兵 就比如说这波吧 这波我们明显可以压 很多人他这个时候站位 还在我鼠标点的这种位置 还在这补刀 一大堆啊 这种人比太多了 因为我见的太多了 所以说如果你不会善于抓机会 对手他机会在你面前 你可能都抓不住 然后看别人觉得 哎别人的对手好像比较蠢 那这时候我们因为有的机会 所以我看我站位直接就往前压 然后这个时候A一下 然后继续开Q 把这个强攻打出来 然后继续A 最后再接个W 直接就两极把人家的一个治疗打出来 你说这个时候 那美干了什么 那美就给了我们一个盾 他啥都没干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太过于去依赖 就是说依赖你的辅助 哎 想让他给你找机会 比如说那美炮中 你再上去打 就你那么相信 你队友咋不相信你自己呢 对不对 他能不能炮中 我完全就是说 你得去把一个机会 就是说弄到他的手上 当然如果说像垂石那种 勾到直接打是最轻松的 但是你自己消耗也得去 善于你自己去抓 然后这个时候发现这个鹿鹿种了一个炮 我们直接A一下 然后继续点一下 然后继续点一下 直接成功 打出来 然后这个人就死掉了 因为卡沙两极被我们打了一个治疗 他那个血量低了 他直接回家了嘛 那这波只有鹿鹿一个人 他可能就非常危险 然后这波兵相当于他俩都亏了 那这是我们有了铺垫 你才能更好的去杀人 毕竟你先把打出一个治疗 你后面才能就是更好的 就是找到机会去击杀嘛 如果说你永远不打出别人的账位是技能 哎 你可能永远都很难击杀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素材 羊 看一下标题 强盗二 利用等级优势 压进 就是压进走位 打一套 要注意 其实每一次你强盗 你有机会的时候 都是你 你自己会立马改变你这个帐位去压进 不然有机会摆在你的眼前 等你走上去人家早跑了 所以说你得观察敏锐一点 那就要非常及时 就像这里 我们注意到我们比较差一个 就两级了 这个时候直接往前走 这个时候直接A一下 继续点 然后再点一下 把成功打出来 之后再点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有Q了 如果他再追 我们刚才肯定就会回头了 这个刚才就是直接就强到等级 直接上去打一套 把成功打出来 能压折压 他这一种 还是挺猛的 刚才几个视频都是成功 因为我有段时间发现 带强弓好像压制力 就是说更猛一点 因为现在萨鲁的短手AD特别多嘛 大多都是凯莎文 然后发现带强弓还挺好用的 我之后在打长手的时候 可能会考虑带知名节奏吧 所以还是看实际情况 然后这个就是两级到五级 之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路吧 然后我们看有大招之后 就六级之后 一能杀找角度 直接先手 二找角度空到 你可以就是说躲起来 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在他在那里补刀的时候 你可能就一个大过去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辅助 如果说你辅助有空的话 你可以等辅助空到更稳定 你再丢二像有段时间 不是有段时间嘛 我感觉我在打寒冰素材的时候 老是碰到情侣辅助 这个时候我觉得情侣的大 不太容易被躲 因为他出手很快 而我们那个大可能就是说射出去 如果对面观察仔细 很有可能就空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辅助的 他那个大招可以先手 那我就给他点声 我说你先手我在二 免得我大招空了 对吧 那这样因为他A人的时候 可能突然一个二秒放很容易 那我可能就A了一下 再接一个二 打这种有控制的 你可以就说 等到他有控制的辅助空到 你再丢二也可以 反正就适量 适当的去沟通嘛 看实际的一个英雄决定 然后第三点 敌人A塔的话 你可以在去塔下的一个路上 比如说你现在在家里要出门 敌人现在真的A你了一个塔 你可以在你去杀了一个路上 直接二过去 因为距离比较远 可能相应时间比较长嘛 你这个时候可以配合你的队友击杀 不过这一点的话要 要注意几个点 一是对面A塔的时候 兵线还剩多少 因为有时候兵特别多 你遇到他可能他也不会打他 所以你尽量可以稍微注意下那个兵线 你这兵线差不多要没了 因为一般的人在A塔的时候都会尽量有一个小兵在扛 他可能都会利用这个兵去A一下塔 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小兵数量 找准机会去R过去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一个点 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就是 呃 可以稍微看一下你的辅助是不是具备一点伤害的 如果说他是那种完全被伤害的 可能也打不死 这尽量是两者结合在一起 就是比较稳定 然后第三点 也重要的一点就是 看你辅助位置 可能你辅助还没走过去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三点结合在一起 看有没有机会在你去塔下的一个路上 丢个二把人拿框在塔下 然后第四点对线没有机会杀 可以观察边路有没有需要R支援那个路 这个一开头有提到过 对吧 只要你可能觉得线上没什么机会 或者是说边路这波需要你的打 你可能就去适当性的丢一下 也是可以的 这基本上是六级之后 然后最后一点的话 其实就跟第三点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更仔细的说出来 就是说尽量是看好你的辅助的一个位置吧 因为有的它实在是没有伤害 可能就杀不掉 大概就是六级之后 这就是一个大概思路吧 然后我们也配合素材看一下吧 比如说像这里 呃我们从小地图能看到卡尔玛 我们先看一下小地图卡尔玛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它在这个位置坐眼 然后文可能准备过去插眼 然后被我们的卡尔玛减速到 这上是敌人走位失误的一瞬间 这时候我们直接R一下 就说对线要注意 这一点我们就得注意了 我们R的一个释放 因为很多人他这个时候 肯定就直接叫R了 导致他R空了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敌人就移速快一点 你确实就很容易空大 而且这个时候是一个 你跟他那个距离就稍微歪一点 就空掉了 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在想什么 我们在想的是 敌人肯定就是说他既然打不过我们 那么我们是完全不用急着 等到敌人走到 比如说他要跑 他肯定会走 再往前走一点 走到我鼠标这种位置 那既然我们打到他 他就很难走位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往前走一下 等一下 看见没 等到他走到贴长的这个位置 再一个R射过去 他就很难走位掉了 所以说打的时候 这种细节你得注意得到 直接要就是R到 配合辅助的一个控制 直接把文的一个闪现打出来 那这波我们就再继续去 打奶妈这个输出一个A 在最后接W 把奶妈给收掉 就可以了 并且打出了文的一个R技能 这相当是 以上是对线 就是说善于找机会 和你果断一点 果断一点 第一波如果说没杀掉这个人 至少打出了他也该闪 那下波我们可以就说 他没闪 如果我还能控到他 他基本上就必死 这个就是 敌人走位输 直接找角度R留人 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这种就是说辅助有一定伤害 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去下路的一个路上 我觉得辅助有一定的伤害 我可能就是说去R他 看能不能把他留在塔下打 你看这个时候我已经射大了 然后因为纳美他这个英雄的一个大招 是比较宽阔的嘛 所以我选择射大之后 然后你看这个时候果然 一个只剩两个兵了嘛 我们接个大 把他给晕在塔下 然后纳美的大招跟过来 直接把他 他基本上这波纳美就丢了个 呃 二达 然后塔打了塔好几下 最后一个泡泡 他技能就直接就把这个纳美给收掉了 然后最后我们再去 看有没有机会去追到这卡莎 然后发现这卡莎 跑得太快了 但是还是被我们的一个W刮到了 他如果说 他被我们W刮到了 那肯定就是 谭命这个英雄的一个黏人能力很强 就体现出来了嘛 基本上你就 你就走不掉 然后特别是 这个纳美他还能给我们加速 这般人就搭配起来就 非常的猛 而这部视频就是 给我们说 可能这个时候你就得善于去找机会 看一下你辅助他的一个 技能伤害啊 还有你们的一个距离 而最后像这种人 你可以试探性的去追一下 因为有人可能就进攻硬不太强 你还要记住去试一下 不是绝对没有机会 试一下可能就有机会 发现打不如刚好能碰到 那被我们减速到了 那基本上就 直接就粘到死 然后再加上纳美泡泡 刚好能够在我们减速到的时候 给cue到 那可能他就跑不掉了 这是 六级之后吧 六级之后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打法思路 然后我们就 再来看一下这个 二技能的一个注意点 一 注意一些有躲避技能的英雄 等敌人交技能在 比如说侠的R 或者是 一字一的E 这种东西可能就得 注意一下 稍微预防一下 别就直勾勾的直接丢 可能就 打不中 第二 近距离打起来 注意不要跟一些 英雄的 就是说 现在我跟他 很近距离的跟他打起来 你注意不要跟一些英雄控制重叠 可以稍微延迟那么 一秒钟再丢 比如说像情景的大 你可能就等他们一下 再丢就可以 不要就是他丢了一周年 你立马丢 可能就控制重叠了 三 对线先手R 基于你确保有机会杀的时候 就我先手R 是你确定你有机会可以杀 你才可以丢 这个有机会不是指 我一定杀的掉啊 就是说你打得过 因为像我们刚才这个视频 也能看到我二到五 闻闪下跑了 就是杀不掉嘛 但是我们是打得过他的 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丢R 就逼拨他的杀 那下不就有机会杀 那你打得过 你就可以这样 然后可能是 你虽然你优势不是很大 但是你配合某些 英雄非常猛 比如说 你优势不是非常大 但是你辅助是个末日那种 末日跳个大 哎你接一手 R基本上是必死 我觉得跟末日配合也挺猛的 那这种可能就是 你军事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第四点 分析双方下路 打起来R技能的一个先后手 就是从对方的一个下路组合 和你方的下路组合去判断 你是打起来的时候 现在一直不停的打 最后等他交技能 在R呢 还是说可以直接R 这是一个先后手 你又得考虑清楚 然后 注意自己R到之后的距离 是否可以配合辅助 跟上输出 你说有时候 你觉得有机会可以R 但是可能你距离太远了 你和你辅助的距离都太远 可能R到里也跟不上 那时候你R可能又白交了 所以注意自己R到之后 你看你自己的距离 是否可以配合你的队友 去跟得上 这也是你们需要去考虑的 然后说完了R的一个注意点 然后我们说一下 整体对线的一个注意事项吧 注意自己Q技能的一个层数 层数不够 防止被贴脸 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开了Q 就是直接打下来 可能还不亏 但是可能你被人 奥巴马皮贴上你 打你一套 发现你没Q 你白点两下 人家跑掉 把强光打穿 你可能是有点小伤 所以注意自己Q技能的一个层数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层数的时候 你一定把控好你长手AD的一个距离 不要随便被人贴脸 二 多注意站位和小兵的一个位置 防止你消耗的时候 眼镜你想看人吧 又只看人 不看兵 看兵卖又不看人 导致技能可能就被小兵挡了 达不到一个消耗的一个目的 多注意自己的站位和小兵的一个位置 三 压线的时候 注意地图敌人的一个位置 没有位移 防止一直被针对 就是 有的时候你取得一定优势 可能在所难免的会稍微的压下线 那么你一定要注意 多看地图 多做视野 多看地图 因为你没有位移 要抓你可能会有点容易 特别是一些皇子什么的 虽然我在第一篇有提到过 建议你扮了皇子 但是一直搞你 你也顶不住对不对 就是地图也得看得多 四 处理好兵线 防止打起来就说 对面的兵太多了 导致你这波打下失败了 所以这个处理好兵线也是兑线 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点 然后 今天掌的这个兑线的一个大体思路 和这些注意事项 大概就这些了 然后我们就最后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作业吧 一 熟记英雄的一个优劣势 就是熟记啊 你要深刻的知道自己这个优劣势在哪里 二 熟悉对线的核心关键 这个也很重要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的 知道你自己这个英雄 他的整体的一个 对线的一个核心思路是什么 这我前面有提到的 三 非常熟悉自己的攻击射程 这个是基本上是每个AD都必须熟悉的一点 非常熟悉自己的一个攻击射程 四 压制期间 就是 给你们定的一个要求 就是压 如果说你处于一个压制的话 压制期间 被抓的一个次数 不能超过一次 这就是考验你坐眼看地图 还有意见的那个使用 五 禁止出现 频繁 DOW导致缺蓝 除非你这波要回家 就是我们这波要回家了 可能就把技能什么的船用出来 去推线空蓝回家 这波无所谓嘛 就要回家这种情况就出外 反正除了你要回家了 禁止就出现那种 因为你丢蓝太频繁了 导致你缺蓝了 这种情况一定要 禁止少点出现 六 禁止出现 敌人出现在地图的另一侧 比如说 对面中单在中路线上 对面打野在敌人上路 就已经明确的每一个人都在地图上 你还无脑去给个眼 这种眼就白给 然后还还造了个一探视野 这说明你这种就完全不看地图 就乱交技能和乱给眼嘛 这种一定是禁止出现的 七 熟记 R技能的注意点 刚才有提到R技能的一个注意点 一定要熟记 八 熟记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也是有熟记的 你要知道一个英雄技能很简单 但是你的使用时机和你兑现的 我刚才在每一个视频里 就是讲的时候你要注意些细节 什么的 其实都是有在课里提到过的 所以说每一步都得熟记 好吧 好 这节课就在这了 然后我们就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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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